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領代表團 出訪魯窩、柬埔寨、越南 三個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 推銷香港、開托相機 香港貿易發展局表示 三個東盟國家的發展各有潛力 值得港商探討和推進更多商貿合作 越南在綠色發展方面 他們都有一個比較大的目標 想在2050年的時候 達至碳中和的目標 其實他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他們在不同方面都有一些策略和政策的投資 容許一些私營企業去自行購買一些可再生能源的電力 都是鼓勵不論是國內、國外的公司 去投資興建一些可再生能源 包括太陽能、風能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而且在綠色金融方面特別有優勢的時候 如果外資或國內的企業需要投資這些方面 不論是建一些風電或太陽能發電的場 又或者是投資去發展一些綠色工業園區的時候 如果他們需要一個綠色的融資 其實香港正正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平台 讓他們去找一些符合這方面的資金 除了越南 老窩和柬埔寨也有投資發展潛力 老窩其實現在是他們作為一個東南亞的電池 主要的搵口其實其中一行就是電力 他們就是國內差不多有七成左右的 透過水力發電 產生能源之後 作為他們一個商品 就是賣給旁邊的國家 特別是泰國、越南 我們有四千多間科創的企業 我們相信當中一定會有一些 能夠可以幫助到老窩和可塞生能源 無論是太陽能發封能方面 可以幫助到他們一些 或是氣採研發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都可以有 那減毛債迫切地是希望 可以有更高增值的產品 不再希望他們的主要出口 就是主要出口是靠著這個房子 希望是能夠獲得相關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投資 去發展或者去學習到這一方面的一些技術 當中可能是例如ICT 可以是這個可塞生能源相關的一些項目 我們這些公司一定可以是有一些 解決方案可以提供到給一些 尋求轉型為高新科技的一些國家 在這方面我們相信會有些幫助到他們 某法局強調香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 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東盟商界 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 我們會來買一張旅行的 選擇 一般的螢口